哈喽,大家好,今天呢,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为什么西红柿开花不做果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一颗西红柿 它开了很多的花,可以看到 开了很多的花,但没有结一个果,目前为止 这颗西红柿呢,你们可以看到,它已经有 两个果实,西红柿果实已经出来了 我们可以看到,你看,这西红柿果实都已经出来 长了大概有快到半寸这么大 那么,还有这颗西红柿,你看,它的这个果实 已经长到一寸左右,所以说,你看,这个 很漂亮,那么我们要问,为什么这边的西红柿 普遍的都已经开始结果,而那边的西红柿的 却没有结果,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结果的 那么,虽然有一些正在开花,那么从这个 个头来说呢,这边的长呢,也是相对的比较大 而高一些,而那边的呢,比较少一些 那么,差别差在哪个地方呢? 第一个原因,就是差在光线上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的西红柿呢,它立树比较远 而那边的呢,离那个,我那个avocado树,就离这些高的树啊 分子就比较近一些 所以说呢,它就受折挡 那么,实际上就差在光线上面 那么,差在这个光线上 就是西红柿呢,它要求就是 就是敷上,也就是说敷上 就是全灶,全灶呢,需要有六到八个小时 最起码要有六个小时的时间 那么,六到八个小时 而这边呢,受到这个树的这个折挡 那么,所以说呢,你看我们这棵树 avocado树,那么,那么受到折挡 所以说呢,这个西红柿呢 这边的西红柿显然就是开花了 但结果很少 那么,第二个原因,差别差在温度上 因为我们这边呢,光照比较多 那么,光照比较多了 当然,这个白天的温度呢 它就相对的比较高 而那边呢,因为在树荫下时间长 所以说呢,它的白天的温度呢 就相对的,就比较低 就是说,西红柿它理想的生长的 这个环境是这样的 就是白天呢,应该在70到85度 或者90度之间 那么,夜间呢,不能低于55度 那么,所以说呢 它需要有这样的一个温度 那么,夜间呢,它俩肯定是一样的了 那么,白天呢,实际上就差在白天的温度上 这是一方面,就是说,可以造成的结果 结得少,而那边呢,就做得少 那这是第二个原因 那么,第三个原因呢 这个,如果你的西红柿 就是出现了这个真菌的现象 比如说,你可以看 因为我现在,我的西红柿不存在的真菌状态 那么,如果你要是看你的西红柿出现了 比如说,有白叶或者叶子 这个,就是由这个树干上出现黑斑点啊 树干上出现这个白的东西 就是有病,受病了 如果你的西红柿受病了 开的花呢,也不会做过的 这就是第三个原因,就是真菌 第四个原因呢,就是受粉 西红柿,它受粉呢 实际上,它可以自己自受粉 那么,自受粉呢 实际上,也是所谓自受粉 就是说,它本身有公花、母花 这样的一种现象 那么,所以说呢 它需要有蜂,或者是有蜜蜂 来帮助它受粉 所以,你的西红柿如果说是开花了 不做果,就是因为没有蜂 或者是没有蜜蜂 这么解决蜂的问题 就是,当然了,你要就是种西红柿的时候 放在一个比较不挡蜂的状态下 你看我们这个就是 我们把它放在最前头 让它接到最大的蜂 蜂呢,可以帮助受粉 如果说你的西红柿盆装了 那么你可以改变一下它的位置 然后让它呢,接受更多的蜂 这样的话会让你的西红柿呢 就是受蜂多了 这样的话就会做果率就会高 另外一个途径呢 就是说B,密封 那么密封呢,那我们这个地方呢 那么因为我家里有很多的橘子树 还有很多的菜花 菜啊,你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地方 有很多花 有很多花 那么这些花的这个都吸引了很多的蜜蜂过来 那么这些蜜蜂呢,过来以后呢 都可以帮助我们这些受粉 所以说呢,密封是受粉的一个最有效的一种途径 当然了,也有个别的西红柿 就是属于公西红柿 就是它这个西红柿属于它的品种的问题 就是它的品种就是它全部是公花 光产生公花,没有母花 那么那西红柿呢,它也不会做果 就是开了很多的花,但是不会做果 一个果也没有 那么这种西红柿呢 一般来说呢,很少见 但是呢,它野生的比较 就是野生的,它可能会出现这种西红柿 但是一般的商业的都是经过挑选的 那么这种公,就是纯公的西红柿 是不大存在的,是很少见的 那么有朋友会问了 既然我们知道这个地方的这个西红柿 生长环境比那边要差一些 为什么我们还要在这个树 靠近树的地方来种一些西红柿呢 实际上,don't worry 实际上这个是你不需要担心的 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的太阳 就是说在五月份初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会有一些雨季 会有一些这个遮挡的问题 但是到了六月初的时候 太阳的这个角度就会越来越往北 所以说呢,这样的话 我们这个直射的时间也会很长 那么而且那个光照的这个强度呢 虽然短,但是也很强 这样的话也让我们这个地方的西红柿呢 会接触很多的西红柿 只是晚一些 那么你要是想的话 从六月一直到九月甚至十月份 我们这些西红柿它都可以接锅 那么接锅的时间还是很长的 所以说呢,新的 那么这些西红柿它eventually 它们都会接触很多的果实 好了,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下 为什么西红柿开花不做果 那么我在下一个视频当中呢 我再和大家分享 为什么有些西红柿就根本不开花 我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到YouTube搜索美国生活365 我们有上百个美国生活的视频 和大家分享 请点击屏幕连结 订阅,转发,点赞和收藏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转发,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